兒子在這個過程中 有跟您試圖聯繫過嗎 刻意從後門避開鏡頭 他就是陳宇的父親 首度曝光在鏡頭前 頭戴鴨舌帽口罩 生怕被別人發現 自己就是犯下南港女魔命案 冷血殺手的爸爸 他是不是從小就沒有在跟你住了 是不是 將近一個小時的審理題 不見陳宇父母的身影 原本以為他們不願出面作證 開題20分鐘後 爸爸這才姍姍來遲 但對於作證內容為何 他隻字不提 反倒是陳宇的美術老師 一大早就到庭上作證 陳宇在學校的情況怎麼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平常的陳宇並沒有什麼交集 自己並不是被告的導師 只是國中時期的美術老師 被傳喚當證人 老師好驚訝 這早就已經有計畫了 2017年3月 陳宇被控性侵殺害陳姓女魔 甚至還冷血嫁禍給良姓女友 被依殺人罪起訴求處死刑 這回為了考量被告量刑問題 律師申請證人到庭作證 只是陳宇九歲之後 就沒有跟父親同住 老師也跟他不熟 因為傳喚兩名證人 能夠替他減輕多少刑期 不得而知 但再次證明陳宇 狡猾多端 接著徐志明宋相林 台北報導 並非受到說 極財 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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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